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在母上大人追杀我之前 我火速退群 转头继续翻看招聘信息 麻木的投递简历 自从年中被公司那个油腻的上司骚扰后 我当即落词 眼看大半年过去了 我还没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房租到期,存款告庆 加上快过年了 我只得回老家,投奔母上大人 没想到刚回家就被我妈催婚 硬逼着我进了本地相亲群 加入了相亲大军 回家半个月 我已经线上聊了五个 线下见了七个相亲对象 这频率简直比我外出见客户的频率都高 我装心累装可怜 好不容易让我妈消停了几天 或今天我自己捅搂子了 听见我妈开门的声音 我不敢出去 只敢缩在房里默默刷手机 吃饭时 我安静如鸡 就怕我妈突然开口 意外的是 我妈居然一整晚都没找我麻烦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谁知道第二天刚起床 我妈就递给我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 时间写得中午十二点 我顶着乱糟糟的头发 还有些发忙 我妈已经恨铁不成钢地 给了我一个暴力 你看看都几点了 还不快去收拾 按时过去别迟到 我 妈 什么意思啊 我妈又弹了我一下 什么意思 你自己惹的货 自己去摆平 别以为退群了 人家就找不到你 既然你自告奋勇了 那就赶紧的 麻溜的别让人久等 我脑子糊了三秒 才反应过来 我妈说的是什么 顿时有些风中凌乱 妈 我昨天就是一时口嗨 我没力想法啊 我妈朝我翻了白眼 群里五百个人 就你一人硬了 你个崽子倒是溜了 人家在群里 把你老娘逮着了 既然别人都主动邀约了 咱也不能怯场了 不是 不管咋样 你先去见了再说 省得人家说 你满嘴跑火车没诚意 不是诚心诚意来相亲的 我妈都说到这份上 还亲自定下时间地点 看来这场相亲是必须去了 我第一次遇见 主动给孩子找妈的 老实说 我对这个男人也挺好奇 眼看距离 约定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我火速洗脸洗头 随意穿了条胃裤 套上卫衣和羽绒马甲 就匆匆出门了 等我到了约定地点 人家妇女俩 已经在包间里等着了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我推门进去 刚准备道歉 却见到一张意外的脸 居然是我们学校的 高冷男教授陆博宇 陆博宇是我们学校 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他长得温润如玉 风神俊朗 不比娱乐圈那些小鲜肉差 可惜无数姐妹前夫后继 都没能拿下他 因此他被大家戏称为 K大的玉帝哥哥 我当初还跟姐妹打赌 要把他拉下神坛 可没想到 他突然出国了 更没想到 再见面 他居然成了我的相亲对象 四年没见 我还是个单身狗 人家却连孩子 都那么大了 那个小姑娘 乖乖巧巧的 坐在陆博宇身边的 儿童椅上 一双葡萄似的大眼睛看向我 差点把我的心给萌化了 小姑娘见我看她 朝我甜甜一笑 阿姨好 阿姨真漂亮 你好 你也很漂亮 我善善地笑笑 有些后悔 自己怎么不早点起来化妆 打扮得美美地在出门 看陆博宇这模样 还是那么尽欲撩人 陆博宇绅士地起身 为我拉开了椅子 时间刚好 是我们来得早了 叶小姐请坐 我忙正经微坐 轻轻喊了一声 陆教授好 陆博宇轻笑一声 眼睛一错不错地盯着我 我现在已经不是学校的导师了 我点点头 硬着头皮喊了一声 陆先生好 陆博宇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喊服务员上菜 四菜一汤 除了一道清炒虾仁 其余三道 居然都是我爱吃的 我不着痕迹地 看了陆博宇一眼 他正耐心地 给小朋友拿碗计围裙 帮他添饭布菜 见我看来 他挑了挑眉 怎么 菜色不合胃口 我记得 你大学时常点这几道菜 我忙点头猛吃 合胃口 味道很好 陆博宇笑笑 伸手在自己嘴边点了点 叶小姐 饭力粘到脸上了 我一口菜卡在喉咙里 差点喷出来 这熟悉的句子 熟悉的情景 太TM射死了 想到当初在学校 为了制造偶遇的机会 我常常端着餐盘 在食堂晃悠 那时候别人都不敢靠近他 我却每次都很勇地 端着餐盘 跟他拼桌 他那张脸 秀色可参 对着他那张脸 我每次都能多干一碗饭 短短一个星期 我就胖了三斤 直到一周后 他终于对我说了一句话 同学 范力粘到脸上了 本着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当时的我强称这一张笑脸 跟陆博宇到了声谢 然后在他震惊的目光中 把脸上的饭粒扒拉下来 塞进了嘴里 事后我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咋就非要塞嘴里呢 好在现在的我 比当初的我脸皮更厚了 我礼貌的笑笑 正准备用餐巾纸擦嘴 陆博宇却突然靠近 他的指腹轻轻擦过我的脸颊 令我一阵心悸 好了 我红着脸说一声谢谢 这顿饭吃得我有些煎熬 吃完饭小姑娘要我抱 我只好将她抱在怀里 让她玩我的卫衣茂盛 陆博宇突然认真的看着我问道 不知道陆小姐觉得我怎么样 我傻傻地点点头 陆先生很好 那夜小姐觉得泡泡怎么样 我看向怀里软乎乎 不停跟我贴贴的小姑娘 脱口而出道 泡泡很可爱 陆博宇笑了笑 谢谢 那我送你回家吧 突然一道软糯的嗓音 在我心底响起 爸爸好笨 吃完饭不该约姨姨去看电影 逛街吗 姨姨的怀抱好暖 泡泡好喜欢 我 这难道是泡泡的心声 这一定是幻听 回到家 我还有些猛 睡了一觉后 就把昨天的事 忘到了九霄云外 可我没想到第二天 我刚起来一边打哈欠 一边开门 就看到客厅里坐着的陆博宇和泡泡 我的瞌睡虫瞬间无了 转身关门 一气呵成 等我再出来 我妈已经和陆博宇熟的开口 喊人家语了 泡泡很喜欢我 一直要我抱 我抱起软萌的泡泡 忍不住巴基亲了一口 惹得泡泡哈哈大笑 紧接着我就听到了陆博宇和我妈之间的迷之对话 阿姨 叶小姐对我和泡泡印象不错 我们对叶小姐的印象也很好 那么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我 什么下一步 我还在疑惑 陆博宇拿出放在身后的一个文件夹 递给了我妈 阿姨 这是我和泡泡一个月内的体检报告 这是我的征信报告 这是我的房产证和定期存单 我没有不良嗜好 没有负债 偶尔抽烟 不喝酒 我妈笑眯眯地借过资料 仔细翻看 看完后又递给陆博宇一个资料袋 阿宇啊 这是咱们小小一个月前的体检报告 他身体很健康 无不良嗜好 不吸烟 只是偶尔喝酒 这个是他的征信报告 我有点懵 忙打断滔滔不绝的二人 看向陆博宇 陆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陆博宇挑了挑眉 我们不是在相亲吗 难道在相亲群里 喊我老公的人不是你 怪我改不了口嗨的毛病 我硬着头皮笑道 是我 请继续陆博宇笑道 经过昨天的相处 我和泡泡都很喜欢叶小姐 本来我们就是冲着结婚去相亲的 叶小姐的家庭情况和个人情况我都很满意 既然叶小姐说会对泡泡比亲妈还好 不如我们定个时间去领证吧 阿姨 您觉得呢 我 口嗨不是罪 口嗨被人当真 你还无法反驳 这才是罪 这进度怕不是超速了 我当年绞尽脑汁追她的时候 她可不是这样的 俗话说21天就能养成一个习惯 自从食堂社死后 我改变了策略 我开始在陆博宇出现的所有地方刷存在感 图书馆 教师 操场 小饭馆 每天只要见到陆博宇我就会笑着跟他打招呼 也不管他是什么态度 今天买到矿泉水就送瓶水 明天碰到好喝的奶茶就送一杯奶茶 后天尝到好吃的小零食就分一分过去 反正我给了就跑 也不知道陆博宇的脸色 室友们偷偷观察 说陆博宇每次都会无奈地扯扯嘴角 然后收下 没扔掉就是好的开始 看来我的21天雨露起笑了 没人知道 我在第一天给他递水的时候 偷偷塞了一枚指折的爱心在他手心 或许有人以为那是一封情书 其实那里面我写了一句话 请给我21天的时间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 我将不再打扰你 我坚信只要我脸皮够厚 总有一天能推到陆博宇那座冰山 我要让他习惯我 在他身边 让他一天见不着我就难受 我对他关怀备至 下雨送伞 生病送药 我每天撕着日历 熬过了20天 就在第21天 陆博宇终于第一次开口约我吃饭 我欣喜若狂 精心打扮 准备在那天正式跟他告白 他却爽约了 那一天 我等了好久 一直等到饭店打烊才回去 次日一早 我还没来得及找他算账 就听见他已经出国的消息 本想骂人 却可悲地发现 那么多天了 我连他微信都还没加上 再见面 就是在昨天 我还陷在几年前的回忆里 我妈已经被陆博宇收服 她在一旁朝我几眉弄眼 随即笑着复合 阿宇说得对 既然大家都满意 早点领证好啊 停 我突然叫停 三个人齐齐朝我看来 泡泡软萌的 大眼睛里有些湿润 糟糕 我刚刚是不是喊得太大声 吓到他了 下一秒 我心底再次出现 带着哭腔的声音 姨姨不想跟爸爸结婚吗 姨姨是不是不喜欢泡泡 姨姨是不是跟之前那些阿姨一样 只想要爸爸不想要泡泡 要是没有泡泡 听到这儿我再也坐不住 抱着泡泡巴唧一口 霸气说道 择日不如撞日 不如就今天去领证吧 我妈还保持张嘴的姿势 半想说不出话 陆柏宇则好整以暇地看向我 眼里是藏不住的笑意 小小我知道你着急 可今天是周日 民政局休息 明天我一早来接你行吗 我又射死了 好在陆柏宇提出 还有事要做 提前带着泡泡离开了 临走前 她还不忘提醒我道 未来老婆 记得通过我的微信好友申请 我打开微信 果然有一条好友申请 点开消息 看着一头小鹿的头像 我感觉莫名熟悉 点进头像一看微信号 我傻了 这不是自从陆柏宇出国后 连续给我发了好几次 好友申请的那个微信号吗 我当时在准备考证 报名信息被泄露 总是收到各种中介的骚扰消息 不认识的好友申请 我一概不通过 我一度以为是哪家中介 如此欺而不舍 没想到那人竟然是陆柏宇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 天都还没亮 我就被我妈从被窝里扒拉起来了 快起来 人家小雨把早餐都给你送来了 我迷迷糊糊地洗漱完 吃完桌上现成的早饭 换上我妈递给我的衣服 才后知后觉 这不是我的衣服 这是一件白衬衣 大小刚刚好 我刚换好门铃就想了起来 陆柏宇穿着同款白衬衫 牵着泡泡推门而入 身后还跟着一位推着箱子的女孩 早餐吃好了吗 这位是我请来的化妆师小米 让他帮你化妆做头发吧 我不知道陆柏宇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只能配合化妆师帮我打扮 等化完妆弄完头发 陆柏宇就准备带我出门 我抬眼看了一下时间 七点半 离民政局开门 还有一个半小时 我们这么早就要去排队 陆柏宇失笑 她想抬手揉我的头 又怕弄乱我的妆法 只得轻轻刮了下我的鼻子 傻瓜 你们女生不都喜欢仪式感吗 领政这么重要的时刻 当然要记录下来 毕竟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走吧 摄影师已经在外面等我们了 我给你准备了不少道具 你想拍什么样的 我都配合你 等你空暇了 我们再重新找时间去拍婚杀照 阿姨 泡泡就先拜托您帮我照看一下 我一会儿再来接她 我以为陆柏宇和我只是走个过场 却没想到她这么用心 抛去之前被她爽约的愤怒 我对她的好感度直线上升 泡泡牵着我妈的手 眼巴巴地看向我和陆柏宇 好想看爸爸和姨拍照 泡泡不想被关在家里 泡泡想当漂亮的小花童 这次不用抱我都听到了泡泡的心声 可见这丫头执念有多强 小姑娘睁大了眼睛 可怜兮兮的模样 快把我萌化了 我忙拉过泡泡的手 对陆柏宇说道 不如带上泡泡吧 我想跟泡泡也拍几张照片 我和泡泡互看一眼 有些紧张地看向陆柏宇 生怕她不乐意 陆柏宇见我坚持 嘴角勾了勾朝泡泡说道 在外面要好好听阿姨的话知道吗 泡泡的眼睛突然就亮了 她开心地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 好的爸爸 泡泡最喜欢叶阿姨了 小朋友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来到选好的拍摄场地 我们在摄影师的指挥下 开始摆造型 刚开始我和陆柏宇 还有些不自然 有泡泡在旁边卖萌逗乐 我们很快就放松下来 拍摄中途 摄影师想拍一张 我们两人一起抱着泡泡的照片 我和陆柏宇将泡泡揽在中间 正准备看向镜头 冷不丁泡泡突然失去平衡 她放在我的后脑勺 猛地使劲将我和陆柏宇的脑袋 按到了一起 为了避免撞到鼻梁鼓我 下意识偏了偏头 我们两人的唇 好死不死地刚好印在了一起 我俩像是触电一般 一触击分 四目相对的瞬间 我的脸开始疯狂升温 哎呀 我的初吻 爸爸是个胆小鬼 离姨姨那么远 不敢抱也不敢亲 嘿嘿 总算跟姨姨亲亲了 电视上演的真的有用 泡泡可真聪明 听到泡泡的心声 我简直哭笑不得 拍摄结束 陆柏宇带着我踩着民政局开门的点走了进去 他如此迫不及待给我一种 他真的很想取我的错觉 可他当初为什么要爽约 还不辞而别呢 见我顿在门口 陆柏宇明显有些紧张 他握了握拳 轻声开口 怎么了 小小 是太紧张了吗 难不成是在害怕 这人是懂怎么急我的 哼 我才不怕 不就是扯证吗 有什么好怕的 被他的激将法医机 我拽着他 昂首阔步地走向了结婚窗口 填表拍照领证 一气呵成 回到家 我摸索着手里的红本本 还有些不敢置信 泡泡小朋友钻进我怀里 那双漂亮的大眼睛 转了转开口问道 叶阿姨 你跟爸爸结婚了 我可以喊你妈妈了吗 看着脸上戴着写忐忑的泡泡 我心里莫名有些酸涩 她才三岁却那么懂事 我在心底已经听到她 喊了无数次妈妈 我摸了摸她的头 心里柔软的不行 可以呀 以后我就是泡泡的妈妈 陆伯宇听到这话 直接顺竿子上怕笑道 那请问我的妻子 泡泡的妈妈 从今天开始就搬过去 跟我们一起住吧 我妈拿过我手上的结婚证 递给我一个拉杆箱 结婚证我帮你收着 行李已经帮你收拾好了 快走吧 我 妈 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呀 我妈给了我一个暴力 既然结婚了 就好好跟小雨过日子 你还想住这儿 让小雨两头跑啊 我妈一定是被陆伯宇给收买了 到陆伯宇家的第一天 我是跟泡泡一起睡的 第二天陆伯宇就递给我一张卡 还给我介绍了上门做饭的阿姨 小小 卡里有两万块是这个月的家用 以后每个月的家用 我都会打到卡上 这位是周阿姨 负责做中饭和晚饭 你以后想吃什么 告诉周阿姨就行了 每周来打扫卫生的张阿姨微信 我推给你了 之后就麻烦你跟张阿姨约时间来做清洁 家里有扫地机器人 洗碗机 你不想做家务就在家陪泡泡玩 有任何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陆伯宇交代得事无巨细 周阿姨在一旁露出一脸乙母笑 我红着脸催她快去上班 老实说这个全职太太 我当得很轻松 每天只需要陪着泡泡玩玩玩 如今有钱有闲 我看着可爱的泡泡 心里有个想法冒了出来 我买了一台缝纫机还有很多布料 开始给泡泡设计衣服 在征求泡泡本人和陆伯宇的同意后 我每天给泡泡设计发型 然后做各种衣服 做好后再由泡泡当模特拍照 发到我的账号上面 刚开始没什么水花 突然有一天流量之神眷顾 我的账号一夜之间 涨了上千粉丝 泡泡也成了小网红 我的自媒体账号就这样火了 不过泡泡年龄小 我随心所欲惯了 没时间刻意去经营 我婉拒了不少合作 只单纯做分享 偶尔有自己想接的设计单子 才会接下来 这段时间临近年终 陆伯宇很忙 每天回家都很晚 我跟泡泡一起同吃同住 避免了要跟他同床共枕的尴尬 可我没想到一周后 陆伯宇还没表示 我却听到了泡泡心里的吐槽 妈妈为什么不跟爸爸睡一个屋子呢 妈妈害怕一个人睡吗 别人的爸爸妈妈 好像都是睡一张床的 泡泡长大了 可以自己睡了 不行 今天一定要让妈妈跟爸爸一起睡 不能让妈妈再抢泡泡的被子了 听到这儿我有些心虚 还有些怀疑人生 我竟然被一个三岁小孩嫌弃了 我这人睡相不太好 难道我睡着后 真的抢了泡泡的被子 我还在担忧 泡泡会不会感冒 他已经卖起他的小短腿 跑到了提早回家的陆伯宇身边 爸爸 你今天回来得好早 陆伯宇摸了摸他头上的小辫子笑道 还有两天就过年了 公司放假了 爸爸可以好好陪泡泡了 泡泡笑着点点头又摇摇头 既然爸爸放假了 那泡泡就把妈妈还给爸爸了 泡泡是大孩子了 可以一个人睡 说完他又跑回我身边 拉着我把我的手递给 走到陆伯宇 爸爸 泡泡把妈妈交给你了 妈妈怕打雷 你要保护好他哦 看泡泡像个小大人一样叮嘱 周阿姨都快笑疯了 陆伯宇勾起唇角 牵过我的手点了点头 泡泡放心 爸爸一定会好好照顾妈妈的 照顾两个字 他咬得特别重 我总感觉别有深意 夜里我洗完澡 穿着睡衣 抱着一床被子 缩紧了大床的一角 陆伯宇盖着另一床被子 好整以暇地看向我 老婆 你这是 我将自己裹成一个毛毛虫 不自然地笑道 那什么晚上凉 咱们一人一床大棉被 免得抢被子 陆伯宇发出一声轻笑 翻身压住了我 他的呼吸喷洒在我脸上 鼻尖妈撒着我的脸 他只要一低头 就能碰到我的唇 此时我被自己裹在被子里 动弹不得 只剩露在外面的一张 脸红的厉害 长这么大 我第一次和一个男人 保持这么亲密的姿势 我看着陆伯宇那张好看的脸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陆 陆伯宇 你离这么近干什么 见我紧张得都结巴了 陆伯宇撑直了手臂 看着我认真说道 小小 你别紧张 虽然我们已经扯了症 但在没得到你的允许前 我不会碰你的 不过你总得给我点甜头尝尝 说完他低头印上我的唇 和上次意外接吻不同 这一次陆伯宇温柔又虔诚 仿佛在对待珍宝 一吻结束我气喘吁吁 陆伯宇将我连人带背抱在怀里 他拉开床头柜 从里面拿出个东西 我的心砰砰直跳 以为他拿的是避孕套 我正想吐槽 却见他摊开手心 他手心里放着一枚指折的桃心 原本嫩黄色的变迁纸 如今已经有些变色和起毛 我一愣 迅速把双手从被子里解脱出来 拿过那个桃心打开 里面自己依然清晰 请给我21天的时间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 我将不再打扰你 这桃心果真是当初我送给陆伯宇的那个 我看向陆伯宇 心里有些乱 这纸条你一直留着 陆伯宇从我手中将展开的纸条 拿起熟练地还原成心形 他将其郑重地放进了我的手心 看着我道 当然 这是我的宝贝 小小我这个人不会什么甜言蜜语 也不太会说话 你可能觉得我们闪婚 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但是小小我想请你也给我21天的时间 我会用行动向你证明我们很合适 如果到时候你真的觉得我们不合适 我将不再打扰你的生活 小小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 21天换21天 很公平 我挑了挑 没点了点下巴 那就看你表现了 接下来的日子 陆伯宇真的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行动力 假期里的每一天都被他规划好了行程 他带着我和泡泡去游乐园玩 去逛街 去看电影 我们一起逛动物园 看展览 压马路 他记得我喜欢吃的菜 知道我的忌口 记得住我喜欢喝的奶茶口味 会帮我拍好看的照片 跟我一起拍傻兮兮的大头照 他甚至会在周阿姨请假的那些天 亲自下厨 做一桌好吃的饭菜 短短一星期 他就摸清了我的生活规律 我一个眼神 他就知道我要喝水 还是想吃糖 过年回我妈家 连我妈都说我气色好了很多 逮着陆伯宇一顿垮 我的心一步一步沦陷 我们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夜里将泡泡哄睡后 我靠在陆伯宇的肩头 听他用好听的声音 给我讲睡前故事 陆伯宇宠溺地点了点我的鼻尖 耐心地拿起书本 一字一句给我念 我看着他上下起伏的猴结 只觉得有些口干舌燥 鬼使神差的 我吻上了他的猴结 这么帅的男人 不睡可惜了 有钱有娃还能睡男神 这全职太太简直太适合我了 就算以后没法在一起了 也不能白瞎了我那本结婚证 陆伯宇浑身一震 立刻化被动为主动 一夜过去 我腰酸得不行 也不知陆伯宇憋了多久 像是吃不饱一样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 我和陆伯宇就像热恋中的小情侣 整天腻歪在一起 我第一次发现 高冷男神也有这么腻歪的时候 第二十天 泡泡开学了 等她放学我去接任时 却遇见了意料之外的人 一个身材火辣化着浓妆的女人 正拉着泡泡的班主任说着什么 泡泡躲在老师身后 眼里满是懵懂 看到我出现 班主任老师像是看到了救星 陆太太您来得正好 这位女士声称是泡泡的妈妈 非要带孩子走 我皱了皱眉 抱起泡泡 朝老师点了点头 交给我吧 李老师 我转过头 看向身旁的女人问道 你好 我是陆伯宇的妻子叶晓晓 请问怎么称呼 女人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 切了一声道 没想到伯宇居然喜欢你这种 干瘪的女人 我是泡泡的亲生母亲蓝燕 我想泡泡了 想接她一起住几天 我很不喜欢她的眼神 更不喜欢她这目中无人的语气 你怎么证明你是泡泡的母亲 她翻了个白眼 我就是看泡泡 一副看陌生人的眼神 我更不放心 我需要跟陆伯宇求证 闻闫蓝燕摊了摊手 示意我给陆伯宇打电话 这个女人真的是泡泡的生母 为什么泡泡从未见过她 陆伯宇跟她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难道当年陆伯宇匆忙忙出国 就是因为她 一直以来被我刻意回避的问题 此时摆到了我眼前 我怀着满腔疑问等待陆伯宇的到来 十分钟后 陆伯宇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她先是看了看我的脸色 见我面色如常 这才从我怀里接过泡泡 她皱着眉头看向蓝燕 你怎么会来这里 蓝燕一脸无所味道 我是泡泡的母亲 我来看看自己的女儿不行吗 陆伯宇的脸上 你已有了怒意 别忘了你当初签下的协议 是你自己放弃了泡泡的抚养权 你想看她泡泡可以 我是不可能让你带走她的 今天太晚了 你用我电话 以后想看泡泡 还请你提前跟我预约时间 我第一次见陆伯宇这么强势 我本以为蓝燕会生气 却没想到 她只是看了我们一眼笑了笑 好了伯宇 别生气 今天是我唐突了 明天是周六 我能接泡泡出去玩一天吗 在陆伯宇开口拒绝前 蓝燕又说道 我想带她去儿童乐园 你们也可以一起 陆伯宇文言看看泡泡 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母亲 泡泡的眼中满是好奇和稀奇 我听见了她的心声 她就是我的亲妈妈吗 原来泡泡的妈妈常这样子呀 泡泡想跟亲妈妈去儿童乐园玩 可小小妈妈和爸爸会不会生气呀 陆伯宇还在气头上没有回答 我拽了拽她的衣角 示意她看她泡泡 小孩子有什么想法都摆在脸上 虽然在国外长大的泡泡 相比同龄孩子要早熟一些 但她脸上 对见到亲生母亲的好奇和喜悦 根本掩饰不住 陆伯宇脸色变了 便看向泡泡温柔地说道 泡泡 这位女士是你的亲生母亲蓝燕 你想跟她一起去儿童乐园吗 泡泡眼睛都不眨地看着蓝燕 使劲点了点头 爸爸 我想去 文言陆伯揉了揉泡泡的头 轻声道 好 明天爸爸和小小妈妈陪你一起 好爷 跟蓝燕约好时间 我们带着泡泡回了家 四日一早 我们陪着泡泡一起去了儿童乐园 这一天蓝燕极尽全力地讨好泡泡 可没想到 泡泡回来后 却告诉我们 以后不想再跟蓝燕出去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 陆伯宇却顿了顿 让我先回去休息 她跟泡泡谈一谈 我刚洗完早躺床上 陆伯宇就回来了 她想是抽风了一样 把电脑键盘放在地上 重重跪了下去 晓晓你听我解释 我跟那个女人真的没关系 我被她搞得哭笑不得 让她起来 她却不肯 于是陆伯宇就这么跪在键盘上 讲起了四年前的故事 晓晓首先我要跟你道歉 四年前那一天我爽约了 对不起 我摇摇头 示意她继续 谁知陆伯宇从口袋里 翻出一个礼盒递给了我 里面是一条蒂芙尼的笑脸项链 这件礼物本来四年前就该送给你 可惜晚了四年 原来四年前那一天 陆伯宇也准备给我表白 可她却在去餐厅的路上 接到了她哥的病危电话 她和她哥从小相依为命 是她哥哥陆伯文 早年放弃学业打工经商 才将她攻了出来 后来陆伯文选择移民国外 陆伯宇则留在了国内 陆伯文病危 她立刻订了最近的航班 飞往了国外 可笑我们两个傻子 都没来得及交换联系方式 就这样分别了 她后来找到我的电话和微信 却都被我当成骚扰电话拉黑了 陆伯宇懊恼地扯了扯领带苦笑道 其实蓝燕她是我大嫂 泡泡是我大哥的孩子 当初蓝燕婚内出轨 我哥要她净身出户 结果蓝燕却说她怀孕了 孩子是我哥的 她坚持要我哥支付抚养费 最后我哥跟她达成协议 等孩子出生后验DNA 如果真是我哥的孩子 那财产就分她一半 蓝燕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我哥得了肾衰竭 她的病情来得凶猛 我只能匆忙赶过来 又要照顾孕妇 又要照顾她 我本来准备给我哥捐肾 她却死活都不同意 肾移植不仅对接受者有风险 对捐赠者风险更大 陆博文是不想自己的弟弟担风险 我看陆博宇贵得难受 忍不住将她扶了起来 后来呢 陆博宇蹭了蹭我的脸颊 继续说道 我哥化疗住院花了不少钱 后来蓝燕生下了泡泡 她用泡泡的抚养权 换取了我哥剩下的大半财产 这个女人当真绝情 她在拿到钱的当天 就抛弃了泡泡 难怪今天陆博宇这么生气 那时候泡泡才刚出生一周 她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的母亲长什么模样 三个月后 我哥没熬住走了 我成了泡泡的监护人 我跟泡泡是半年前回国的 我最近一段时间才找到你 等等 什么叫找到我啊 我俩不是在相亲群里认识的吗 陆博宇笑笑揉了揉我的头 哪有这么多巧合 是我私下找了徐倩 让她把我拉进了那个相亲群 我震惊地长大了嘴巴 徐倩是我的大学室友监闺蜜 我俩老家同一个地方的 因为我俩玩得好 我俩的妈妈也成了姐妹 她跟我一样 被她妈妈拖进了相亲群 隔三差五被催婚 好家伙 原来她私底下被陆博宇给收买了 难怪我说我跟陆博宇扯正了 她一点都不惊讶 还想天天吃瓜 我瞪了陆博宇一眼嘟囔道 那天要是我没回你消息 你怎么办 陆博宇失笑 那我肯定得主动出击了 说完她看向我 目光灼灼道 群里那么多人就你毁了我 我确信我们是上间注定的缘分 我看着她那张精致的脸忍不住亲了上去 情道深处陆博宇却突然叫停 他扶我做好 自己又跪到了键盘上 可怜兮兮道 老婆 还有一件事 我要跟你坦白 你听了可别生气 没想到陆博宇这家伙 小秘秘这么多 我挑了挑眉 说说看 陆博宇挠了挠后脑勺说道 其实我们吃饭前 我单独找过岳母大人 岳母她知道泡泡的身世 也认可我对你的感情 这才愿意给我一次机会 配合我把你约了出来 我担心你不喜欢泡泡 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实话 说到这儿陆博宇很是愧疚 小小 泡泡是我哥唯一的血脉 也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把她当自己的亲生女儿 我真的很怕你不能接受 我带着一个孩子 还有就是 泡泡这孩子有些特别 说完陆博宇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我不明所以追问道 什么特别 泡泡她好像有读心术 能听到接近她的女性的心声 我 什么意思 我能读泡泡的心 泡泡也能读我的心 陆博宇眉眼温柔 你是第一个第一次见面 就真心喜欢泡泡心中没嫌弃的人 所以泡泡真的很喜欢你 今天泡泡之所以说不想 跟蓝燕出去也是因为读到了她的心 蓝燕应该是看到了你的社交账号 看到泡泡在网上火了 所以想利用泡泡赚钱 泡泡本来以为她是真心想与她相处 现在却被伤了心 我本来以为能读心这件事能帮泡泡识别 比我用心的人对她是件好事 却没想到这个异能同样会对她造成伤害 对不起 我不该一直瞒着你 陆博宇这番话说得我哭笑不得 搞半天 我和泡泡半斤八两 都知道对方的想法 难怪昨天和今天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老像的小大人一样让我别多想 还一直跟我强调陆博宇很爱我 她也很爱我 哈哈真是太可爱了 想到我妈我真的想抬头五额 她竟然早都被陆博宇收买了 还一直瞒着我 我就说她怎么这么急着把我嫁出去 她一定是不想我再错过 我看着陆博宇的眼睛认真说道 陆博宇我是真心喜欢泡泡的 无论她是谁的女儿 现在她都是我和你的女儿 我回忆了下今天读到的泡泡的小心思 玩耳一笑 谁说泡泡伤心了 她看清了那个抛弃她的人的真面目 她应该开心才对 文言陆博宇一正 知道自己钻了牛角尖 她一把将我抱住 她将头靠在我肩头 不停地说谢谢 有什么打湿了我肩头的衣襟 我红着眼回抱住了这个男人 我多么荣幸能在多年后遇到自己曾经热烈追求的男子 更感谢自己没有因为世俗的偏见而错过他 老实说 其实我更开心的 是我真的无痛当妈了